日前 马祖青少年代表团一行33人抵达马尾 参加为期七天的第五届两马青少年文化体育夏令年活动 7月8号上午 马尾去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游泳馆内 哨声此起底伏 浪花翻滚 来自马祖代表团的26名小朋友和马尾代表团的小团员们 正在教练的带领下认真地学习挖泳的基本动作 小朋友们学习得非常认真 这次来的大陆学了踢足球跟游泳 还学习了其他有趣的东西 这个假期非常的有利 这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第二次来 然后我这两天在学习游泳进步很大 已经快要学会了 为了让马祖的小朋友们在这次夏令营中 游泳技术得到迅速提高 区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 还专门安排了三名富有经验的教练 投入到教学工作中 马祖因为他四面靠海 然后家长非常喜欢游泳课 然后我们也尽我们最大努力 各方面统筹安排 争取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 只有把他们小孩都学会一个个很高兴地来 很高兴地回去 据了解 本届两马青少年文化体育夏令营共七天 马祖的小朋友将学习游泳足球等项目 同时还将参观学习福州传统文化和传政文化 透过这次的活动 我们很开心地来马尾这边交流 然后教练的专业还有耐心我们都看得到 然后昨天也有上足球课游泳课 就是小朋友也都乐在其中 前一天都很期待睡不着觉 对很开心他们能有这个充实的暑假来学习 本台报道